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家宏律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这位来宾 他们家祖先留下好多好多的遗产 他都没有继承到 欢迎高人何警官 善哉 善哉 大家好 真的很好笑 木炸那边都是他们家的 那为什么他没有继承到 因为他上几代都花完了 哦 这样啊 一点吧 彼此大了 接下来这一位 就真的有继承到好多的遗产 他的故事很发人深省 就是要对老人要好 对 你对老人要好 你是老人啊 以后也会变老人啊 我家庆我签 我们欢迎这位 我们的黄志强大哥 大家好 我是黄志强 来 真的是新闻人物 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新闻 这个就是黄志强大哥真的是 这个我们知道是在仁爱路 跟这个复兴南路这一个大饭店 对不对 说这个是福华集团的二代 老六 廖德修 于2019年的时候去世 由于他的膝下没有子女 妻子也早一步就过世了 然后生前的巨额财产 全部由特助 萧麒晃接手 而萧先生呢 最初只是福华饭店的柜台人员 然后继承了大笔的资产之后 目前也是福里建设的负责人 然后那我们今天现场请到的来宾 是继承了养父的遗产 这位是志强哥 你好 我们分开讲志强哥 这个你不是继承这一款吗 不是 我没有他的这么多 那就换了 这个是我们看到新闻想说 哇 那有这么好的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不是天上掉下来 人家对老板是真的很好 一直有在照顾 有在照顾的 对不对 那奇怪 他是老六 这个叫好心有好抱 对 他老六 那上下左右 都没有人来争财产吗 所以人家事先要规划清楚 我要留给我喜欢的人 我感谢的人 那我们就是志强哥 说您的养父是黄秋田 是六十年代 因为劝势歌红遍大街小巷的 宝岛迷谣歌王 说那黄秋田大哥 他跟您的关系原本是生旧 对 他 他是我妈妈的弟弟 我妈妈的弟弟 我妈妈的亲弟弟 母骨 母骨 母骨就是 我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 就抱到我舅舅的家 家里头 就让他养 所以他说要您的养父 对 那说养父后来生病的时候 都是您在照顾他 对啊 当然 因为 H长得很像耶 对啊 对不对 宝岛迷谷 她是黄秋 我是妈妈 阿嬷也和家族 家族 所以说大家都说 我两个小孩很亲 我以前就跟一堆走 在接背 怎样说没干 对吧 爸爸以前都是我在照顾 那您照顾了多少年 我爸爸在有一次 在一个伤温碗里面 运动的时候 跌倒 打到头 那就 当时医生就判定 已经是没有救了 那没有救的时候 那时候我人在日本 那他们就一直找到 我要回来签字 不签字的话 是不可以动的这样子 那我连夜 第二天早上 第一班的飞机 我就赶回台湾 赶回台湾 那我就去长庚医院 到爸爸的那个 主治医师那边去 我就帮他签那个 签那个医疗 结果呢医生 那不是说不能救了吗 对 就是不能救 就是很严重 就是已经打到神经 那个脑都要剖开 剖开 那要请您回来签是签 救下去还是签 放弃 没有 没有 就是说他会 医生会跟你聊 但是我跟他讲说 因为 如果你在破壁中间 有摔伤的时候 真正你到医生的面前的时候 你都没有办法去决定 什么事情 对 一切都是要听医生的指示 所以我们都还是一样 问医生说 会好吗 如果会好 当然是会救了 对不对 这刀也要破了 对 结果呢 这刀破下去 居然就救起来了 救起来之后 陪我多陪六年 你陪他六年 对 我多陪他 因为爸爸以前在唱歌 你知道吗 我两个在唱歌 我唱我爱的 他唱他的 他唱台语的 我现在也唱国语的 我都在国外唱歌 结果回到台湾 爸爸说孙男孙丁 他就带我出来唱台语歌 对吧 你现在两个小孩出来什么 圈内人都知道 我两个小孩 是孤孙了 如果圈外的人 都知道 那两个小孩 很有亲情 看得很好 所以说 大家的朋友都不知道 今天我第一次来电视 他跟我们的朋友报告 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这样 志强哥 你当时跟养父丘田大哥 你们唱的那首歌是什么 我唱 唱得很漂亮的蜜蜜 站在舞台湾 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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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 何渡你蛮会捧我的 谢谢 我是也 我是也有点年纪 所以听过这首 谢谢 不然我就这样寒冷 爸爸以前在电视里 都唱放小歌 唱那首歌 各位观众 你好朋友 听我来念歌 该由唱 放小 所以说现在人 很软 很软 很软的中间 要怎么办 我们爸爸以前小的时候 都唱这种团的歌 对 所以说唱后 文明全性 大家都知道 他在唱歌 他会唱 还会变 跟你的歌声一会儿 对 对 他在唱歌 很好 他在唱 他在唱歌 没有比较 那时候不用比较 就自己出来 獨唱 都去那个公圈 大廟口 那时候没有电视 都在公圈 大廟口 唱歌 让他们听 念歌 以前的人是这样 五六是这样 所以说那时候 阿甘 中南部 很多朋友都很反映 他很期待 对 所以您的养父秋田大哥 其实也是赚了一辈子 他也没有在什么退休 不唱 他就是一直他也很节俭 然后也一直在赚 我告诉他 他说结果最后 留了好多遗产 给你弄房子 有 当初爸爸走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们家人很简单 就是我和爸爸 那一天死了 就整天 整天都拼了 都拼了 拼了 就跟他去亲家 什么就问了 现在手电 到底有多少 这大家都没分 就去 问得这么直接喔 当然是直接 她说结果最后 留了好多遗产给你弄房子 要害我 亲爱的朋友 你不要听他说 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爸爸是怎么 很厉害的 他的人 我告诉你 他比较高 手势说到 还知道 要怎么用 动手术的时候 动手术的时候 已经都不懂 都已经不省人事的时候 你有问他密码吗 你密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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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我老爸的那些 都藏在那裡 皮箱 那他就鼓鼓 我都不知道 那是我在鼓鼓的 附近 对不起 他头部 不要摸摸摸 这样摸摸摸 摸摸 摸摸摸 那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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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我爸爸缺带 他就说 憨憨 像台湾瓜 你看台湾人 就是这样 也轻轻 但是轻轻 都轻轻 他都轻轻 他都轻轻 他一位 手、瓜 炭子、炭子 他就出作 这样 也很会享受人生 对 所以他很会理财 他都怎么理财 理财 算股票 股票 股票 股票就贏了一点 他就轻轻轻轻出口 那些时机当好 股票怎么买 怎么贪钱 所以爸爸那时候 除了唱歌 算股票 我自己也做生意 全性的观众朋友都知道 我两个别人 都跑去你们家的大店 我去那些表演、唱歌 大家看都知道 所以爸爸很够 很厉害 很厉害 要是帮多少给你 你不要说这个台词 就是新闻 那一个大饭店 那不是他 我以为大饭店是你 没有 大饭店我会想 我会出来唱歌 不用 不用 爸爸这样 爸爸要走的中间 就这样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没中没钱 好奇到不知道 爸爸走后 国所叫通知华 我就去继承 他继承 银行的囤角 囤角 囤角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一次他付了好几千万 好几千万 囤角 人家的囤角 一下子 等一下 什么叫囤角 他可能是买保险 囤角保险 应该保险 囤角是本来都分期 一年付多少多少 对 可以有人快要过世的时候 有人跟他讲 把这保险 买一个保险 可以结税 其实不会 不会结税 可是他就囤角 囤角一笔钱 例如说一百万 就交给保险公司 买一笔 蹲角 等他过世的时候 可能他就可以领一百万 就可以理赔这样 对 一赔 这个目前不能当结税 哪有理赔 一百万进去一百万出来 对 可是因为以前 都会觉得说 那这样就理赔 就是有人想要 不好意思 结税 他说你这样 你放在银行的钱 会被国税局磕税 对不对 他又告诉你说 那这样你买保险 保险之后可以不用磕税 你就是去买这个保险 那因为人年纪大 要一次就会买那么多 有人买一次买 一两千万也有 就买了之后 那他以为说可以 人过世之后 这两千万不用磕税 其实不行 其实要磕 其实要磕 对 要磕 现在国税局查得很几 所以这几年已经确定 像这种蹲角 几乎都会查 而且代老了 老了 所以不要听保险人员 在那边乱讲 对 要听专业的 所以那你老师讲 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当年 当年 现在是会扣 我当年 那个时候好像没有扣 没有扣 好像说我爸爸走的时候 国税局就通知银行 那银行就直接把那个 存缴的钱 就丢到我的账号 这样 结果多少 好几千万 我跟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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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陆人员里面 沙里面 对 一字 对 台语是 国语是什么意思 一叠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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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捆一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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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动词就对了 没有说九位数 九位数 所以还有一栋房子 九位数集共 所以还有一栋房子 房子不是一栋 我跟妳讲 我那个房子 博士局可以去看 我那个时候 爸爸高雄的也给我 台北也给我 我一下子 我都不晓得我发了 你懂不懂 房子位数 我很高興 那她忽然间 这么多钱 要来给我 你在银行 有没有哭出来 谁 你在银行有没有哭出来 我也哭 因为我那个时候 银行还请了一个律师 拜託我去 叫一个律师 银行好像有 计划的业务员 他可能看我 像他 没有 老太多 怕不知道什么问题 银行 计划的业务 就介绍一个律师 帮我处理 所以一切 都很安稳地 处理得妥当 所以你那当下是 不知道有多少钱的 当他一公布的时候 對 你完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沒有 晚上就醒来 少混到几年 不过以前 那些就炭情 你问人 我要自己唱歌 要自己走来走去 餐风入宿的 對 但是妳老婆也很聰明 不想买就都跪你了 對 因為我看到那些 爸爸跟我的 因為那些 我虽然是媽媽的弟弟 但是那些名字 都是要 你知道國稅局去領的時候 你都要照那個 法律程序 對 法律程序 全部都要補 結果爸爸都交代我媽媽 再上去一步 囤交 那就直接 可以寫名字 直接就寫我的名字 這樣子 所以我完全都 我完全都可以接受他 我現在是管理員 我們要替他構築 包主公 對 很多觀眾朋友都說 叫我在家裡要賣 去住什麼地方 我說不用 對 律師請問 房子不是志明哥的 他是管理員 志強 志強 房子就是他的 就是他的 他說我是管理員 他是講那個錢 因為他保險 保險的受益人 他保險的受益人寫他 所以他就是把那個錢拿到手 所以第一個 他用保險受益人角度拿到錢 現金的部分 那他的心態覺得說 好像這個給我之後 我就等於幫他管理 把這錢把他好好管理好 你是客氣化 客氣化 就是你的啦 我聽不懂 你看我們這種怎麼去計算 我現在跟他講 很多人說 你這樣應該就這樣 不用家裡拼 你就 你就 過家 吃你吃 不是 人家要事長幫我們照顧 有我們的機會 我們也要好好運用 不能把他弄開 也要這樣黑白 這樣做空的 黑白開 不行這樣 可是志強哥 那你這樣一人獨得 那個大頭彩 你其他親戚朋友 沒有人會反對嗎 有 我跟你講 我當初爸爸走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們家人很簡單 就是我跟爸爸 那一天死後 就整天 整天都拼了 都拼了 都拼了 拼了 就對自己的親戚 我們現在說 去做的人 所有的親戚 都拼了 拼了 拼了什麼 就問了 現在那個手電 是到底流多少 我們這個 大家覺得都沒分 這樣 就去 問得這麼直接喔 當然人是直接 這個話是人家傳來 給我們聽 但是不怕 因為都是照程序 我們也不說 偷 也不說 變什麼手段 所以都不用怕 我就直接面對 所以說 到爸爸出兵 那一天之後 我全部都繼承之後 我們的經濟 也都沒有講話 還沒開始的時候 全部繼承之後 手機號碼 直接給他停號 換一個新的 以後都不要想 有啦 換了一支 有 還真的 真的 真的 需要 沒有人知道 我就覺得說 然後忽然間 會變成這樣 變成一個人 有時候自己 要這樣 比較主要 不用誇張 就是說 你看我這幾年來 我從來都不到外面去 跑東跑西的 而且我這幾年來 我會 叫我爸爸的交代 叫我去國外寵作 所以我 拿爸爸這些錢 去國外 這樣走 看 我剛回來 我從歐洲剛回來 你是去旅遊還是去 我去旅遊 我去結交朋友 去看人家的舞台表演 什麼一切 我很充實 很好 我到這個時間 對 我很充實 所以大家平衡說 我現在在做二年圍 志祥哥你也拜託 對 每天吃苦肉也會生 你每天都在旅遊 做飛機 每天看表演 每天 那也很無聊 你錯了 我告訴你 其實我是本土的 我結交的朋友 也都是本土的 所以本土的 大家都很好 都滿足 大家都很有感情 你不要對他這麼敗 對 你有欠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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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欠了嗎 沒有欠了 他沒有欠了 他沒有欠了 來 來 不要對他欠了 對不對 我主持前後 他也很小 辛苦 你的家裡有很多間 我也有20間的家 你都能夠 你有整間 你有整間 我不是 蓋不出來 沒有 你很少會經 沒陪我 我無法經 我已經賺了 來 我會抱歉 人家改他的 他的 因為他孝順 本來就是這個 對不對 好孫 感動器 對 我們都要好孫 真的 所以要去到祖光 散 也要有蠱 more 智強哥 智強哥這個面相 對啊 我看你有嗎 我也要看 我爸爸就有 已經走了 你有 我沒有 我們別人有了 我們來請教一下周英君老師 什麼守面相的人 深受祖上必應 對 他也沒有問題 他說那結束很簡單 如果今天我死的時候 沒有什麼錢的話 是不是就不用磕到什麼睡 是 老人家這麼想 那什麼時候在處理這個事情 他也怕說把錢 通通給孩子之後 完了 他們不孝順 所以他分了一些之後 大部分還是他自己的銀行 什麼都在他自己的下 於是他生病的時候 就到病房的時候 就跟他的大姐 快點 快點 去那個銀行去提款 去想辦法提款 他也提了 每天提 每天提 他提了不少 我們來請教一下周英君老師 什麼守面相的人 深受祖上必應 對 有很多人 真的是 人家說有的是 欠父母坐 有的是父母欠子坐 那這個深受父母必應的人 就是說父母欠你的坐 他是要給你 那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他的面相上面 真的是相當的不錯 會深受祖上的必應 繼承主業 對 有的繼承人脈 繼承公司 繼承什麼都一大堆 不用努力賺錢 就會有錢花 他如果他偶爾 他自己努力賺錢 是因為想要過趟 更好的生活品質 所以像他這些人 通常都是說 只要你他賣出第一步的話 那個後面他的 就是那個祖上的那些必應 就是那個朋友什麼 就會有很多貴人 來幫你鋪平你的路 所以就是很好走 走路就會很好走 那自己想要做什麼事情 都有辦法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相當不錯 其實是應該說 他一出生就活在 金字塔的頂端 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來看看是 有哪一些人 來 這種人就是說 受父母的遺印 那印世是昌盛的 受到北部的遺印 這個就是日夜角 日夜角就是在這兩個地方 我們稱為日夜角 如果說你摸你的額頭 有兩個 這裡摸起來有兩個 這樣兩目 斷斷斷 就是有漏的 全剋金 後有剋金 對 我們這裡 一剋它不是剋出來 它是整個是這個地方 要有一個明顯的 這兩個地方要剋出來 老師我們現在誰有 高大哥就有 高大哥就有 那奇怪的是 律師沒有 律師沒有 那那個 這個 智強 對 智強哥 智強哥也沒有看到 所以說那應該 不是你的父母的 應該講 我很低調 對 那 所以都被我們騙 其實很多 對啊 你看篤霖哥 他也是沒有看到 如果以那個額頭來講的話 篤霖哥是很聰明 額頭很高 但是問題 他是旺內勤的 真的 那像雅蘭姐 也是一樣沒有 那阿美老師咧 阿美老師就有了 那是建宗第一名 台大第一名 對 你看 你建宗 就是這兩個 那個地方 就額頭 上面有兩隻 但是它是肉包滿滿的 是 對 這個叫日夜角 再來就是 它叫是 高原明鏡 微微的隆起 因為日夜角 通常有時候 日夜角 好的人 他本身可能也是一個 能夠硬北部 有時候 如果說你的日夜角 好的人 你看他就很會讀書 有的是很會讀書 也會是 父母的一個叫做 驕傲 是 通常是這樣子 那 通常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面向來講 父母的來講 不見得一定很有錢 但是他一定 很有名望 就是名望方面 有錢方面 都會有 不是那種叫說 就是因為我的禪 本來是禪 一直都在做禪 那個工庫人 到後來過世以後 那個禪變 賢地 不是那樣子的 一定是很有名望 那種人 就是說 從小就有辦法 去栽培他的這樣子的人 所以是 深受父母的遺印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種 第二種就是 祖上積德 可享祖業 它是可享祖業 就是表示有祖業 不管是父母的 或是阿公阿嬤的 他會來自於很好 這種人就是 天庭飽滿 天庭一定要飽滿 再來就是 三根要高手 三根在哪裡 三根就是在 兩個眼睛的中間 這個地方叫三根 我的三根不算高手 三根比較他的人 就是環世要自己來 早年的時候就是 比較 不見得機無定所 但是就會跑來跑去 那個就是 三根斷荷 造雞花 就是祖沒有財產 翻譯一下 斷溪嘛 溪對不對 三根斷溪 造雞花 就是祖父母的祖 造雞花 就是沒有 就是要靠你自己來 那我們現在說的 這個是三根高手 三根高手就是 祖父母就會給你 很多的這個叫做避孕 就本來你一出事的時候 父母的那個財產 就是老子房子幾個家 他根本就不用想 你也不用說什麼 要去拋棄繼承 根本就不用 那個不用 因為你早就已經知道 從小就是在 父母的呵護之下 縱使是有一些人 就是父母到你大的時候 你要繼承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 是父母會生意失敗 那像這樣子的人 他其實不用擔心 父母會做生意失敗 因為你只要三根 本身是一個高聳的 我跟你講 父母一定會留給你 沒有父母留的 也祖父母留的 也會多 所以這個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這個就是身受祖上的 臂印的那個手面相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叫祖德流芳 事業會順遂 這個就是 耳朵要堅實堅厚 你看耳朵一定要很漂亮 那個耳輪要很漂亮 這個耳朵 如果說那個耳朵 你看起來他的耳朵是 也很長 但是它是薄薄的 看起來就是那個 就是薄薄好像一片紙一樣的 那個就沒有 因為那個叫沒有福氣 所以耳朵一定要厚 那我們剛剛看 志強哥 你去看他的耳朵 就相當漂亮 那個就耳厚 那厚他就一定有福氣 就叫耳堅實 而且要高於眉 如果說他的耳朵很高 跟眉毛是齊長的 我跟你講他的那個出名 或是說他的那個享受什麼 都很早就會有了 同一說在這個學校 下次你把眉毛畫到這裡來 畫到哪裡 畫在這裡 就高於眉 對 你的耳朵就高於眉 對 眉毛這邊塗掉 然後畫在這裡 畫到雙眼皮這邊 但其實要看這種人就很簡單 有時候你知道在那個電視上 你知道有時候在看一些 比較好像感覺各方面 都很不錯的一些名人 要看財經台 對 財經台那些有錢人 或是說他的父母是 曾經是什麼高官 後爵這些 你去看他的那個耳朵 一定跟眉毛是齊長的 那更好 齊平 對 就是跟他齊的 那更好如果說你的那個 這個下輪的地方 跟你的嘴巴 或是跟鼻子的 對 耳垂的地方 那就更好 那你的老硬會很不錯 你看他就是 這場歌的就是 他耳垂相當的厚 這都是相當相當有福氣的 令人生氣的面向 沒關係 我們都把它黏上來 像一梯那樣有沒有 把它黏上來 然後下面再拉大一點 對啊 可以 但是它就會變薄 所以我們要厚 厚堅實 厚要堅實 那像這種人通常就是說 你就是在事業上 一定會非常非常 就是你縱使你自己不是很會做生意 他也會有人來幫助你 為什麼 那些幫助你的人 可能就是你的父母 或是你的那個 祖父母的那個叫他的屬下什麼 都是有這些人來幫助你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很有福氣 而且那個什麼 出生也會比較高貴 比較好 這都是有主因 因為主因除了錢以外 還有他的人脈什麼都是 都是在主因裡面 所以人脈也很重要 人脈也很重要 有時候那個人脈也很重要 所以這些都是 深受主婦 主上 主上就是父母跟主婦母的 避孕的所面向 好 謝謝老師 來 講到這些法律的常識 我們要多聽聽這些案例 我們問一下蘇律師說 有案例就是因為 生前未立遺嘱 做好財產分配 死後子女炒到不可該交 因為標那個點交的房子 點交在內湖 一樓的房子 法院的書記官到現場的時候 警察到現場的時候點交 裡面有職務人 記得職務人 書記官也不管你 屁股一拍散人走了 警察交給你了 你家的事 標到是你家的事 你自己處理 那怎麼辦 我們要多聽聽這些案例 我們問一下蘇律師說 有案例就是因為 生前未立遺嘱 做好財產分配 死後子女炒到不可該交 對 就有一個爸爸他覺得說 他自己白手起家 他會賺很多錢 他覺得我都可以掌握在手上 他會照顧他的兒子 他會照顧他的三個孩子 那還有他的老婆 那他覺得沒錯 他有什麼財產 我們把財產數一數 他有自己開的公司 他自己開的公司 他自己每天都很認真賺錢 所以他帶著老大做公司 那老二他就讓他管一些不動產 做一些出租的事情 對不對 那老三就讓他的自由發揮 沒關係 他老三自由發揮 放養 那你常常講說 以後反正 這個不動產就給老二去弄 老大就是管公司 那他的太太就在他自己的家裡 他自己也做得不錯的房子 所以他覺得這樣子分配最好 他就想說那這樣 我要怎麼結稅 他也沒有問別人 他說那結稅很簡單 如果今天我死的時候 沒有什麼錢的話 是不是就不用磕到什麼稅 老人家這麼想 那什麼時候再處理這事情 他也怕說把錢 通通給孩子之後 完了他們不孝順 所以他分了一些之後 大部分還是他自己的這個銀行 什麼都在他自己名下 於是他生病的時候 就到病床的時候 就跟他的大子說 快點快點 去那個銀行去提款 去想辦法提款 那也提了 每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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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來不少 他爸爸一過世之後 他就趕快又去銀行 一直去領他的爸爸的錢 最後真的 畢業典禮辦完之後 老二就開始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 把爸爸的財產好好繼承一下 那個老大說 不對啊 老大跟媽媽就講說 不是啊 爸爸就講清楚 這公司是我的 對不對 老二就說 他就去查一下 他就去銀行查 說你看 你在爸爸生病的時候 你竟然把那個錢什麼 都捲款捲走了 然後你爸爸過世的時候 你還把錢領走 我要告你是偽造文書 對 然後就告 那你媽媽在說 你不要這樣 媽媽說 我們都是自己的 都是自己一家人 為什麼要這樣子 那當然最 老三也覺得說 他覺得說 老三也比較 就是跟一般的 現在社會的時下的青年一樣 說按照法律的規定 按照法律規定 人人有份啊 對不對 我們爸爸有三個孩子 媽媽一個媽媽 所以這樣四個人 一人四分之一 照怎麼樣都要全平分 那大家吵了老半天 那可是因為媽媽在 可是媽媽在 所以大家就是 就是一直很生氣 還沒有上法院 還沒有上法院 但很不巧的狀況 是因為這媽媽 因為很難過 沒多久也過世了 過世完了之後 其實你大家想想看 當時為什麼大家沒有提告 所以那個時候媽媽還在 那因為媽媽 因為爸爸突然過世 他也受不了 家裡碰到這樣 大家吵來吵去 他也受不了 所以這時候開始 老二就開始提告了 提告就是提告說 老大偽造文書 是 因為在爸爸重病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去領爸爸的錢 他說這爸爸告訴我 你舉出證明來 他舉不出證明來 媽媽知道 媽媽不在了 他這個偽造文書是成立的 是成立的 而且都查得出來 生前哪一天領了多少錢 全部都有歷史 然後接下來故事還沒有完 不是只有這樣子 老二也有在管房地產 房地產是誰的名字 是爸爸的名字 全部都爸爸的名字 所以接下來 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因為老大要經營公司 經營公司的時候 要蓋章 負責人是老爸 那繼承是大家 要蓋章 現在有四票 媽媽還有老大 還有老二 老三 老二 老三是一國的 剛開始媽媽還在 老大跟媽媽一國 那媽媽不在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人一國 公司幾乎沒辦法營運 所以公司陷入困境 那老大說 你這樣搞我 我也搞你 你爸爸要你收租 我就不去幫你簽 我就不去幫你處理 因為現在很多人家收租約 尤其是我們租辦公室的 租辦公室你要知道 租辦公室 假設你是包租公 包租婆 你租給個人 有時候自己收 誰去收 他不管 你有收到錢就好 可是租公司的注意 公司的話 那個房客他一定會跟你說 不好意思 我給你錢我要收據對不對 我要報 我公司要報費用 是 所以他們就變碰到這個狀況 公司要跟他拿 拿那個收據 可是爸爸死的 跟爸爸的名字 又沒有辦好繼承的狀況 他們沒有人可以出來簽 所以房子也空在那邊 也沒辦法 等於是全部都 公司也不太能運作 全部卡死 全部卡死 那老三不管他要出國了 所以大家就開始打官司 打官司也打好幾年 最後才什麼 打官才判結束 所以老大也有官司 也會報告刑事的 然後那個官司 最後才花了好幾年 才能夠分道財產 所以今天就是 他老爸雖然已經有想法 就是說公司應該給老大 可是他沒有寫下來 不能光想 一定要把遺囑列出來 對 他都以為說 他以為說我另外一半債 那時候在就好了 其實這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的人都會覺得說 我是法律 台灣是有法律的社會 所以我有權利 我要跟你要四分之一 他比較不會管那麼多的情 高警官也是活生生的 就看身邊很多這種故事 對 你標那個點交的房子 點交在內湖 一樓的房子 法院的書記官到現場的時候 警察到現場的時候點交 裡面有植物人 幾個植物人 一具 一個 有一位 有一位植物人 他一個應用 書記官也不管你 屁股一拍散人走了 警察交給你了 你家的事 標道是你家的事 你自己處理 那怎麼辦 我朋友他的做法 找一下安養院 這次先給他一年 付一年的錢 就一次付一年給安養院就對了 那應用一次 一年的錢給他就對了 先拿到房子再說 就把他送到安養院去了 這個後來 因為我朋友這個 他就想要把 付出去的這個錢要回來 我給你付安養院一年 那一年也不少錢 一年 你一個月如果算四萬塊 一年要五十萬 對啊 然後 那個女生一個月兩萬塊 一年要加起來七百十萬 其實也可以不用要 但是他想不對 你要逼你的孩子出面 雖然我標道了 可是你這樣 老人丟在那邊 他餘心不忍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到一查 警察局內務分局查到 他有三個小孩 這個植物人也有三個小孩 這個植物人有三個小孩 老大在美國 老二在國外 不知道在澳洲還是紐西蘭 不曉得 不是 老三 所以說老二在台灣 在台灣住的地方也很近 就在他家對面而已 去頂家的時候 他連出來都不出來 然後就告他遺棄罪 告遺棄罪的時候 老二就死死到來 你怎麼在國外遺棄罪 我有請英勇給他 有告他 你要告遺棄罪 老大也要告 老三也要告 怎麼再告我一個 後來才知道什麼原因 這個老翁還沒有生病 還沒有腦部缺氧 中風變植物人的時候 他是一二三四樓 套進內府的 一二三四樓 老大因為去美國 娶了一個國外的太太 在美國就跟爸爸講 老爺我現在娶婆在美國發電 要一點資金現金 你可不可以先拿一些錢給我 他們三兄弟商量之後 二樓三樓四樓賣掉 就賣掉三個人都拿現金 公平 老大出國去了 老三也出國去了 各自結婚 老二留在台灣 那老二就是本來跟爸爸住 那老大老三都不在國內 那老二做生意 攤 一直借錢 借到自己的錢花光了 跟老爸說你房子 拿去借貸 只剩一樓了 對 借貸 貸款一胎 然後再借外面二胎 胎來胎去 胎到後面又被法拍 那法拍的時候 老二就躲起來了 那名字是爸爸的 不跟我屁事 那爸爸變植物人 他在裡面我有請運用 他就跟警察講 那你要告我遺棄 那遺棄 你應該連老大老三通通叫回來 他們有遺棄 那你要叫我去付這個錢 你要叫老大老三通通回來 付這個錢 所以你說這個房子 他們沒有寫拋棄 他就是被派走 可是派走 那個人就是在那邊 他就是構成遺棄罪 他老大老三 確實他沒有匯錢給這個爸爸 確實就是遺棄罪 所以那案子後來 確實是遺棄有成立 問題是人都在國外 你怎麼抓得到老大 他當然抓不到 他這輩子也不會回來 可是這個案子 他就是活生生生的 你不要到房子 一個植物人就是在裡面 來這邊問一下蘇律師 做父母的 要如何事先財產分配 又能保有自己的尊嚴 我常講 錢在兒子口袋的時候 那誰是爸爸 如果你的所有財產 都是在兒子口袋 就不知道誰是爸爸 誰有錢 誰是爸爸 如果財產在我們口袋的時候 我們就是爸爸或是媽 所以我一定要鼓勵大家 第一個先保護自己 再來去做稅務的 或做今天在正義的職業 今天問一下蘇律師 做父母的 要如何事先財產分配 又能保有自己的尊嚴 大家都很想說 因為有怕扣稅 想說分給大家 可是又怕分給大家 大家都拿了錢 就沒有人回來看我 沒人理我了 所以又那怎麼辦 你說自己留著 等一下又搞不清楚 那到底怎麼處理好 我覺得那個心態 要做一些改變 第一個要先顧自己 再顧小孩 先顧自己再顧國稅局 所以不要一直想 國稅局小孩都不顧自己 第一個要先保留 一定的財產在自己名下 這是上上之策 那如果你擔心說 像失智什麼狀況的時候 等一下我會教你 各位的方法 第一個首先 你一定要先放財產在名下 那你有比較多的 你說律師 你能不能給我個標準 我們這樣財產比較多的 舉例來說 你超過一億的就比較多 好不好 很簡單 為什麼律師這樣跟你講 是因為 因為我們今天稅率的話 是累進稅率對不對 百分之五十的話 不 五千萬以下是10% 五千萬到一億的話是15% 一億以上是20% 遺產稅 現在算少了 以前是一半 以前是一半 對 那既然有這樣稅率的話 那這樣還有一些 給我把他埋在井裡面好了 沒有 土地你都要把他砸一半 一千坪要五百坪 真的 真的 我爸爸死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半 唉唷 對 所以考慮稅的部分 這也是一億以上 對不對 對 如果說你要真的經 水公子來了 對啦 一點回來 周老師還是怎麼樣 好極了 因為景觀 那麼早就退休了 好極了 平時大 那不然不用什麼東西都是把 不要害怕國稅局 給國家一點稅是蠻好的 是 其實這一點想通了 很多事情就減了 沒有啦 你要留一點給律師幫你算 對 要捨得 對啊 才不會一樣對不對 對啊 當你知道有這個觀念 對的時候 你再說那我多的 記得多的我再給孩子 那給孩子有兩種方法 可以保護你 第一個你說那很簡單 給他就給他 送他就送他 可是通常我會說 你要做最簡單是 你要付條件 付一個條件 或付負擔真語 今天我給你這一千萬 告訴你不能亂用 那如果說你今天哪裡不關 你不回來 或每個月 你應該給我多少錢 沒有的話我要撤銷 你要統統還給我 通常在房子也可以這樣 我給你過付房子給你 我過付房子給你 你不要給我賣掉 你不要給我去抵押 去賭博 保證 那就是你好好的 守住我們家產 如果這樣過負的話 你要寫好付條件 那你如果沒有照條件 我會把它收回來 這最低標準 如果今天要給的話 最低你要跟他寫說 付個負擔 付條件正語 你今天不乖或什麼狀況 我就要把它拿回來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說 那我其實我發現我的兒子 他就是女兒或女兒 他真的是不乖 可是我又想照顧他怎麼辦 有沒有這樣 綠色膨膨很多 兒子可能他有什麼 吸毒或做壞事 可是他又要地方住 我又要遺產的時候 又怕說其他的怎麼樣 那可以用信託的方法 今天才你的房產做信託 信託給他用 但是他不能夠拿去賣掉 交給銀行做信託 所以如果你碰到這樣 信託是每個月給他多少錢 讓他吃飯錢 對... 可以這樣 你可以拿一筆錢 例如說我要給他一千萬 那我就信託給銀行說 那我這樣一千萬怎麼給呢 我每個月給他五萬塊 我每個月給他五萬塊 但是他能不能突然說 我現在要把 我因為要做生意要多拿不行 因為我已經全部交給銀行 而且律師會幫你把信託契約寫清楚 銀行就要照著做 他不能夠去做處理 可以用這樣子叫安養信託 不管是安養自己 安養別也可以 不動產可以這樣做 所以今天首先 今天守住自己的財產 那你自己的財產那部分 再用遺囑去寫 因為有些給完之後 給的時候付一些條件 那自己的部分再用遺囑的話 這樣會對你最有確保 我常常講 錢在兒子口袋的時候 那誰是爸爸 如果你的所有財產 都是在兒子口袋 就不知道誰是爸爸 誰有錢 誰是爸爸 如果財產在我們口袋的時候 我們就是爸爸或是媽媽 所以我一定要鼓勵大家 第一個 先保護自己 再來去做稅務的 或做今天再贈餘的處理 好 明白嗎 明白 我跟你講 就像你剛剛講的 第一個 你不要想說逃國家的稅 你光這一點你願意給 那後面就清除了 再一個律師費願意付 對不對 信託費願意付 後面就都清清楚 就不會有遺憾 尤其像有的人更擔心說 萬一我的錢 擔心失智 因為通常很多東西 失智 我今天被騙走 或是說兒子騙走去抵押 那你同樣可以把你自己 財產一部分做信託 最近很流行就是安養信託 安養自己 安養信託 我可以安養我自己 安養我自己 我的錢也幫我自己管清楚 因為有時候不小心被美人計騙走 對 就美人計啊 有時候忍不住 對 美人計就給了 所以 我信託之後 他再帶我去銀行蓋手印領錢 沒有用 領不出來 領不出來 對 領不出來 因為那是大金庫跟小金庫 就變成說大金庫給銀行管 那照著信託合約 銀行從大金庫每個月 例如說撥五萬塊 當然是小金庫 他帶你去銀行 只能拿五萬塊 不能拿五千萬 你每個月都有五萬塊可以拿 他會愛你一輩子這樣 其實這個故事叫 五萬塊的愛 接下來我們請教一下 Amanda老師 什麼新作的人 在2023年上半年 小心財務 也有共同 對 那我們這邊還是給大家一個觀念 我們其實是一個 類似命理的氣象預報 我們是說有這樣子的一個 財務有狀況的可能性 不是說你今天有上訪 你一定會出大事 但是當我們知道 有這樣的可能性的話 可以先做好一些 因應準備的話 就可以逢凶化吉了 我們一樣看看 自己星盤當中的太陽 跟上升星座這兩個部分 高警官的太陽 在射手座 上升也是射手座 那志強哥的太陽是天蠍座 上升是水瓶座 那我們就來看看囉 首先第三名要留意的是 在射手座的朋友 就是高警官了 怎麼回事 小小危機 但是要小心會有雪崩的效應 我這樣舉例好了 大家想像一下 射手座的人 其實他一開始 他2023年的這種財務狀況 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可能就是什麼 很像是你這個財務的金庫 不小心劃傷了 有點發炎 可是你沒有去處理的話 很可能慢慢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這樣的一個概念了 也就是說射手座的朋友 如果這個我們知道 當財務可能出現一些 小狀況的時候 你趕快去處理就可以避免了 射手會想OK 反正還有五天很寬裕的時間 這個朋友過去都很講信用的 沒問題 就馬上周轉給朋友了 好啦 那一樣的 八天過了 朋友沒聯絡 十天過了 電話打不通了 好 那射手可能就自己 這個錢嘎不過來 結果就接二連三 其他的財務 就會因為小小的一個狀況 後面造成雪崩的效應 真的耶 我昨天才接到電話 他跟我借錢耶 真的喔 我馬上跟他講說我沒錢 對... 這樣子是對的 他沒有說 認識你又不是第一天 你的理由很爛 我真的沒錢 我說我還想跟你借 對... 真的 我跟他講說我沒有錢 我說電視上通告 通告費很少的 對... 但我覺得射手 可以學習高警官 這樣的一個態度 就算別人不相信 但是我就這樣說 真的... 那特別高警官 你個人的心盤 我們講因為你上身 他通告費拿很多 他很紅 他有按盤的 變這樣子的人 他是有按盤的 好... 真的... 我肚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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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那特別高警官 您個人的心盤的話 我覺得你朋友這部分倒還好 你比較需要留意的是 2023的上半年 如果有家人、親戚 特別是親友 跟您周轉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就要謹慎的處理了 好...怎麼樣 不傷親戚的和氣 好...但是這個 該守的錢 可能也要守住 這一點可能是比較要留意的 好... 第二名呢 我們來看 如果太陽跟上升是落在巨蟹座的朋友了 我也沒有上榜 我們說呢 錯誤的投資可能會造成虧損 為什麼 因為巨蟹座的朋友其實在2023年 我們特別會覺得 自己對於自己的一些事業方面 其實是感到一些危機感的 你知道當人事業有危機的時候會怎麼樣 我是不是想說 你看電視上那麼多專家 好...那麼多理財老師都說 我們要怎麼樣好好的去什麼經營投資 要做一些副業對不對 我們一直鼓勵現在要做一個斜槓的人生 所以巨蟹座可能會在2023就開始什麼 因為星級 我覺得我的這種前途可能很不穩定 所以我就開始投資了 好...眼看著什麼 每次常常電視上啊 一直講說這種什麼連鎖咖啡廳多賺錢 好啦...那我也加盟 你知道這種...你有沒有想過 好...但你加盟有可能... 你要評估有可能有機會獲利 但是你可能你住的這條街 已經三間加盟咖啡廳了 你再去開第四間 這個獲利其實就很弱了 好...所以巨蟹的朋友可能要小心 我們其實財產本來可以守住 但是因為一些比較錯誤的投資決定的話呢 可能會造成虧損 所以自己的因應知道就是 當我們想要投資的時候 一樣的去... 請一些真的是比較有經驗的 這種專家的一個比較專業的建議 或是你身邊你會覺得 有哪一些朋友他們是頭腦特別的清楚 或者是有一些比方說像一些這種 我們講說可能真的是那種理財達人的朋友 去好好的詢問一下 不要自己悶著頭 我悄悄的就去做投資 這樣子的話風險會非常大的 好...第一名呢 意思就是明年度非常適合出國 明年度2023年非常適合 比如說我去做一個新的生意 到國外 到澳洲 甚至到美國 剛好搭配這個疫情已經結束的時間點 反正很容易藉由變動的方式 創造2023年 第一名呢我們說容易有狀況的 其實是摩羯座的朋友了 好...我們說我們的一個狀況就是 薪資收入會有大幅銳減的情況 好...也就是說當然是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摩羯座的本業的話呢 很有可能今年我們說受到大環境的一些影響 你會覺得好像不如往年 我們講這是一個比較性的 是自己跟自己過往的一些收入狀況來比的 好...然後呢我看了一下 志強大哥你上升是不是就水平 好...你的上升是水平的話呢 那你其實你是一個隱藏性的 就是說你不是真的看起來不是在摩羯 但是你在財務投資方面你要留意一下 好...我們講...就說我可能自己預期 我的薪資收入其實是不如過去預期的對不對 所以呢這種福利的減縮 所以對摩羯來說你可能本來 我本來按照我的這種個人生涯規劃 可能就要做出一些調整了 可能我的這種原本自己的公司好了 我可能有一些擴編的計劃 那麼如果你在2023你會覺得 好像我覺得這個大家說你看 疫情慢慢的趨緩啦 景氣要復甦了 好...所以呢我就開始擴編 其實這樣子做下去的話風險就會很大了 好...再來就是呢 因為這種薪資收入比較銳減的時候 我會建議摩羯的朋友 你最好自己在開銷方面也是要緊縮 就我們講開源節流嘛 開源的部分就是可以考慮一下 自己有沒有什麼第二專長 第三專長去開始做一些 真的是那種斜槓的一個嘗試 好...或許我們可以在這邊 會有一些可以這種我們講說開源的部分 那自己的一些這種花費 可能就稍微的務實一點 好...這是摩羯比較好一點的 再來就是我建議摩羯座的朋友 最好能夠準備六個月左右的生活準備金 好...就是說因為我們講說這種薪資 特別是如果上班族的話 因為公司的福利很可能會大幅的銳減 那如果比較極端比較少數很極端的情況 也許公司的這個組織調整 自己可能被資錢的情況也不是不會發生 好...所以摩羯座的朋友 我們講說就算準備這筆錢 我不要用它 其實我心裡也會滿滿的安全感 好...那我覺得你先放在這裡 如果你準備好的話 不一定真的會出現狀況 但是當狀況出現的時候 我至少不會慌亂了手繞 我覺得這樣子對我們來說呢 是比較有一個保障的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講到這個遺產稅 大家都很心疼 我這一輩子賺得很辛苦 那些繞遺產稅 可是其實遺產稅 如果把這一點想通了 該繞就繞 就少了很多後面的煩惱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問一下志強哥 有 你當初繼承養父的遺產 遺產稅繳了多少 我繳的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當初我去國稅局辦的時候 銀行要去領那些出來的錢 那銀行的經理就向重我 叫我去辦公室私人 給你 一對一的聊天 然後跟我講說請個律師 來好好的結算 那他都幫我一切都弄好了 最後才輪到我的帳號這樣子 所以多少我也不知道 Toto啦 你看 在回答繞圈圈 我問的問題那麼簡單 繞那麼一大圈 你 你直接加一個數字就好了 數字 對 十百千萬 十位數 十位數 他要害我 十位數 我告訴你 沒有啊 你腳也沒關係 反正現在你都花完了嘛 對 對 他花完了才回來上電視的 對啊 要不然就幹嘛上電視 對 來 我就問蘇律師說 曾經有人繼承大筆的遺產 但是卻繳不出遺產稅的 那該怎麼辦 如果很多是不動產 一下子也賣不掉 然後這邊有遺產稅 那怎麼辦 對 其實我教三個步驟 一個是算清楚 第二個是 先要算清楚 那第二個是借錢 第三個 第三個是底腳 為什麼這樣說 是有一個人 他就是 常常會投資不動產 這個很厲害 投資不動產 這個從市價來估 還有開發的價值 大概有一百億以上 以上的價值 可是大家不要開心 為什麼 一百億以上價值 可是實際上沒有開發的時候 等於多少 沒有開發的時候 就是沒有那麼多 那這些土地都有潛力 那等等你算遺產稅 就好幾億了 算出來 好幾億 那以前都是爸爸在處理的 其他人怎麼知道 還突然爸爸不在 孩子都不知道 五億你知道嗎 他知道這個價值是一百億 可是國稅局跟他算的時候 就要算至少要快十億的 快十億的這個稅的部分 所以第一步要先算清楚 因為這麼多錢 你要怎麼張羅 你張羅 自己沒有張羅過這麼多錢 要張羅到底有沒有算錯 有時候可以底腳不底腳 所以跟國座儀想辦法 底腳是底死不腳 底死不腳 底死不要腳 不是 就是說 先不要 就要先算清楚 就到底是不是十億 還是可以算成八億 還是七億 所以要先用空間換取時間 就是你要湊錢要時間湊 對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錢 就土地 爸爸有一點點錢 也沒有到十億 那所以第一個要先算清楚 到底有沒有欠十億 所以跟國座儀來來往往 就可以給他花個一兩年 比如說這麼金額高 可以算到一兩年 國座儀想要核定 重新核定 有的稅可以到一年多 那可是還是湊不出來 那怎麼辦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底腳 他不願意先底腳 而且他也還沒繳稅 還沒繳稅 所以房地產也過不到他的名項 他也沒辦法處分 他也沒辦法賣掉拿錢來繳 都沒辦法 都在爸爸的名下 所以你看得到 然後那個東西未來很有價值 可能開發一百億 可是現在公告價就沒那麼高 你要賣沒有人家不記得要買 因為你知道土地整合 還有一些時間跟複雜度 那是很專業的事情 所以他們只好先去 先確認一下 先拖點時間 能夠查 把稅額最後花一兩年 那這時候幹嘛 想辦法去借錢去湊 有沒有要核建或什麼什麼的 來把這個土地給它消化掉 弄個幾億來 把這個遺產稅繳完 所以先做第一步 先弄清楚之後換時間 那自己想辦法去找 有沒有人願意買 或者借錢來 所以第二步 如果最幸運的是能夠借到錢 如果能夠借到錢 或是跟人家一起開發 簽好備忘錄說要開發 你能夠先把這個錢借我五億對不對 把這個錢假設只有五億 繳國稅局 那最後這個土地怎麼開發 律師把它弄清楚 那就可以先繳完稅 再把這個不動產過戶到他的名下 然後再跟人家開發 人家財運一把錢借給你對不對 所以才說第二步 想辦法借錢 那如果真的也沒辦法借錢開發 說怎麼辦 那就沒辦法了 那就最後只能抵腳 就說那你也捨不得讓人家 人家借起來開發只能抵腳 所以這個案子就說 他也捨不得跟人家 這個核建或什麼的 那只要把這個土地 一部分就去抵腳給國稅局 所以也就是說 本來是一百億的東西 假設開發起來的話 那可能就把一部分 大部分也割給國稅局 就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真的碰到 所以很多人現在的 現在的做法就是說 在前面一代就要先考慮說 那稅要怎麼去控制跟保留 才會讓未來繼承起來會比較順暢 那老人家還在事 我們怎麼開這個口 說爸爸你就要寫 我就說很健康 你叫我寫什麼 沒有 你就叫他看 我們今天你的節目就好了 對... 應該是說要寫 要準備 因為其實我覺得是傳承的概念 因為有時候我們第一代 現在我們也是第一代 想慢慢打拼 都怕要打這麼帥 不可以說對不對 叫他看我們這一集就好了 要打拼 那所以要交給盒子 怎麼去理 怎麼去才怎麼去 很多老人家一看這種話題 他趕快轉台 他不敢看 這才可怕 一定要看 就說我這一集要看 可以省好幾億 是喔 是喔 你看現在的孩子 不用扣老大人的錢對不對 因為我們扣... 我們的紫衛命格 就有辦法勝出 我們是不是由黑轉紅了 是喔 阿梅老師 來 你看怎麼樣紫衛命格的人 兔年上半年的財運 可以由黑轉紅 OK 好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那個有幸 有遺產可以領 然後或者是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環島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2023年 兔年的時候呢 你有沒有辦法有機會 可能你今年的財運 2022年的財運不是很好 但是2023有沒有辦法 在上半年的時候 有一個轉圜的餘地 所以觀眾朋友一樣幫我們看一下 流年位置 就是外運的部分 就是地之卯的位置 通常是左下角上面數來第二格 左下角第二格 就是高警方就是那個位置 沒錯 就是你本身的位置 然後你的鞋對面是紫薇貪狼 對吧 就是這個位置 沒錯 所以大家都幫我看一下 高警官你是幾年次啊 55 55 那要臭老啦 後來點了來啊 後來點了 阿嬤喔 剛好兩位主持人跟高警官 你們的排列組合是一模一樣的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才問他幾年次啊 對啊 乍聽就這樣 像童年 但又不像又不像 太美了 剛好看一下地之卯的位置 上面就會顯示說呢 你明年2023年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游黑轉紅 來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的部分 如果你地之卯上面是天府這顆星 在兔年呢 如果你在地之卯上面看到天府 代表的含義就是呢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很適合往穩定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在兔年的時候 你想要游黑轉紅 你要能夠投資的部分 比較屬於不動產的部分 所以天府這顆星 放在地之卯的位置 適合投資不動產 有可能把你的財富 從本來的流動 轉變為穩定 結果很有機會 可以從2022年的窘境 直接突破到2023年 是屬於這樣的一個狀況 OK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問局老師 數字歲月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有大錢入貸嗎 大錢喔 漂亮喔 救命啊 來 我們數字有7892 5061-3450-2316跟1735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名 來 第二名是我們的紫薇跟灘狼 如果你上面是紫薇跟灘狼 都中了 都中了 好 來 你們的比較特別 紫薇跟灘狼有正坐在 地之卯上面的組合 也有跟高警官概念一樣 是在斜對面的 就比較外面的圓 如果你正坐紫薇跟灘狼 斜對面的打五折 對 斜對面基本就是砍一半 賣妖子裡好了 對 概念就講 賤賤手 對 我們先講一下 如果觀眾朋友 你上面是直接紫薇跟灘狼 在2023年的時候 你遇到的狀況就比較偏向 你不管是正財偏財 不管是賭博 不管是做任何事情 你都會非常順利 你的油黑轉紅是非常明顯的 幾乎不用害怕任何事情 但如果你是空的 正對面斜對角的紫薇 才能像我們兩位主持人 加上高警官這種組合的話 就比較適合 是以變動的方式取得財富 所以變動 比如說不管是房地產的買賣 不管是投資方面的轉移 都可以讓你在過程當中 得到額外的契機 但是一樣 就剛剛篤林哥說的 會打五折 就是我們打一半 所以剛剛就說沒有像紫薇財囊 振作這麼的穩定 但是可以藉由轉換 而取得油黑轉紅的機會 所以只要看到紫薇財囊的機會 投資方面的轉移 比如說你原本是這個標的物 你可能本來是投資股票 你可以轉移成基金 或是你可以轉移說 比如說我現在的目標是要投資 比如說像戲劇 我可能把投資 比如說我去直播的這種概念 用一個轉換 不用既有的轉型方式 我們兩個都交換好了 我來直播你去做五折 我去唱歌仔戲 你買啊 對 所以反而如果是空公借了紫薇貪囊 反而適合是你用一個不一樣的方向 去創造一個新的東西 但是另外一種就是 房地產的轉換 相對來說會比較明顯 效應比較明顯 所以如果比如說高警官 明年要買房子或賣房子 這方面來講 也很容易把資產給留下來 甚至得到一些額外契機的財富 對 房子的部分 反正我們兩個怎麼換 都不要換警官就對了 沒有 我就有樣暗算 要來賣一間房子 沒有在住那間就怎麼賣 唉唷 一間 好啦 所以如果 想幾間 不... 這鼻子大 你賣了人就幫你照錢了 OK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名 2023年的兔年 最可以由黑轉紅的組合 是這個組合 是舞曲跟七煞的組合 哇 來 當然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第一次上面是 舞曲跟七煞 代表意思就是 明年度非常適合出國 明年度 2023年非常適合 比如說 我去做一個新的生意 到國外 到澳洲 是到美國 剛好 搭配這個疫情 已經結束的時間點 反而很容易藉由變動的方式 創造 2023年的財富 所以這時間點 反而你是舞曲七煞 可以得到更多實際的回歸 相對來說 2023年就可以比 下面的紫貴太陽跟天府 有一些更有機會 得分的契機 的這種感覺這樣 OK 了解 謝謝老師 來 張穎菊老師 數字四月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有大錢入代嗎 大錢喔 漂亮喔 救命啊 來 我們的數字有 七八九二 五零六一 三四五零 二三一六 跟一七三五 好 初音師 第一個 七八九二 七八九二 五零六一 高警官五零六一 四強跟 二三一六 二三一六 我也五零六一 五零六一 三四五零 三四五零 來 一二三 二三一六 一七三五 我二三一六 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有大錢入代嗎 大家都想要有大錢入代 那是從哪裡來入代 我們來傳 我們先從 三四五零好了 三四五零來 是阿美老師選的 還有觀眾有沒有選的 我們看看到底有什麼 大錢入代喔 這個叫 朋友的借貸 終於緩緩 自己的錢入代 可能那個錢已經 這個很難得耶 對 因為你已經 好像時辰大海了 想也不敢想 竟然會打電話跟你講說 我錢要還你 今年剛好有錄個錢 我要還你說 那好像是Q中 但是還是自己的錢入代 不管是多是少 都是自己的錢入代 所以是自己的錢入代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二三一六 二三一六是 志強選的 還有亞郎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 到底是什麼大錢入代喔 感情喔 感情甜蜜 愛人靠賴 就是愛情的錢入代 愛人靠賴 五萬多元摸牌 男朋友或是你的另一半 或是說有真的看中你的人 我們現在說看中你的人 那他可能就是常常會買一些東西 來送給你 那很可能就是買一些小飾品 都一直都不是你喜歡的 有可能買一些什麼包包 也不是你喜歡的 都不是你喜歡的 但是今年他們想開了 我乾脆包一筆錢給你自己去買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不一定是愛人 有時候就是喜歡你的人 也是啦 不要長輩喜歡你的人 他這一次他是 包一筆錢讓你自己去買 所以說真的是愛情 愛的力量前入代 那我們再來看看5061 5061是高警官選的 還有那個Amanda老師選的 那我們來看看 到底是哪一種前入代 來看看喔 工作績效是年終獎金 辛苦前入戰 有年終獎金喔 對 大家都想說 反正年終獎金 反正這些獎金應該都有的 但是你看看 有人45個月 有人1000塊 也有人沒有領到的喔 但是你放心 今年你絕對可以喔 不管如何 像剛緊關你這個是自由業的嘛 但是總是會有人 會把錢拿給你 我喔 對 我補你三錢 這個就是你的辛苦錢 所以說應該是屬於 辛苦前入代 所以是年終獎金方面 也是會有一筆很好的收入 那我們再來看看 篤林哥選的 觀眾朋友選的是 1735是什麼前入代 政府還稅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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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真的有一張耶 我就是 沒有啦 每個人都有六千塊 你沒有嗎 就是那個而已啊 我一道就是一個喔 可能你一直想一直想的錢 就一直想說 你還是沒有來 可能是下下個月會進來 一直想的錢是沒有來的 但是會有一個錢叫做 政府的錢 它會還稅移民 所以是人人要就 大家都有就對了 有錢 現在有六千塊 所以說你等一等 它一定會來通知 一定會有錢入貸 政府的錢入貸 也是有錢入貸 我跟你講這一集 觀眾朋友一定要去網路上 看重播 再玩一次 原來沒什麼 好 再來我們來看 七八九二 七八九一 一人獨得喔 觀眾朋友選擇 到底是在哪一方面的錢入貸 投資理財 股市獲利 就是輕鬆錢入貸 那就是 反正就是投資理貸 你就是會有一些很好的 股市獲利 股市方面的錢 那你可能覺得說 我就沒有投資股票 那我要有什麼錢入貸 我告訴你 它還有一個叫做 樂透財 所以樂透財也是喔 要去買... 那你可能覺得說 我連樂透財也沒有在買 因為你把門都沒有開 你沒有讓財神也可以進來 但是你放心 還有一個錢叫做 長輩給你的錢 可能今年長輩 應該嘉獎你 他可能也會包一個 紅包給你 所以你不要認為說 只有... 人家說大人在包給小孩 但是小孩還是會包給大人 有時候你的小孩 可能這一次會覺得說 爸爸辛苦了 我還包一包給你 所以我弄一個給你住的 所以也是一個 很好的前入貸 這個叫輕鬆前入貸 好 來 觀眾朋友注意啦 有人生的問題嗎 想請大師解惑嗎 不管是情感事業 還是健康等等 歡迎上場命運好玩的 官方臉書團來查詢 就有機會在節目中 讓大師幫你解惑喔 謝謝老師 謝謝 各位 感謝你的收看 拜拜 謝謝